講了非常多次 到底能不能高端取得EUA 是經過食藥署的一個專家學者會議 這個食藥署專家學者會議 跟ACIP是不一樣的事情 好 這是第一點 然後所以呢 那個專家會議裡面 其實也沒有 他也沒有跟ACIP沒有關係 第二個 好 取得EUA之後 能不能高端變成是 可以施打的疫苗的選項裡面 ACIP決定 林宙妍是ACIP的一個 語會的學者 但是他特別請 因為自己有那個高端的關係 所以他申請迴避 所以他申請迴避 再一次 所以他申請迴避 不是這沒挑戰嗎 因為很重要要說三道 我跟你說 說三道你也聽了嗎 因為他們就是 裝稅的人 你是怎麼叫都叫不行的 我覺得 真的國民黨 你們這樣回頭是岸 從2011年到現在 已經2021年 你們用同一個步驟 同一個手段 同一個坡墨的坡份的方式 來對付國內的一個升級業者 你要知道這個升級業者 不是藍綠 不是民進黨或國民黨的升級業者 是台灣的升級業者 那麼事實上高端很簡單 因為現在 反正就高端國產疫苗 等於民進黨蔡英文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就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都沒東西 你看炒股票就好了 炒股票到現在 我也沒看到辦出個 誰 民進黨的誰 還是民進黨的家人 還是人頭 都沒有嘛 對啊 我們沒有說 丁守中 選委員 七張嘛 國民黨兩個人跑出來 這個衝出來說 我有這樣子 這樣子而已嘛 其他人沒有嘛 可問題是他不管 他不在乎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記得那天連亞沒過的時候 我就講說 他們一定會拿那個連亞跟高端 然後又說這是政治 果然晚上被我料對了 你知道嗎 馬上就這樣 按照我說的來 對不對 劇本就是一直編一直寫 和你家在 他沒去八點檔做編劇 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嘛 這肥皂劇嘛 你跟他講什麼 放屁當爆料 爆料當證據 證據當放屁 剛剛講的那個浩鼎案 不就這樣嗎 歐幾會 那麼公道 你們有還給他嗎 你們還有臉在這邊 繼續罵翁集會的浩鼎案 那後來怎麼樣 對不對 後來結果是怎麼樣 還人家清白的嗎 沒有耶 為什麼 鋪天蓋地之前 這樣子污蔑人家 抹黑人家 那最後呢 讓他一個准諾貝爾得主 那麼候選人得主 就這樣子 黯然神傷的離開 那麼不是很過分的一件事情嘛 那至於高端的部分呢 很簡單 那麼我覺得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反正不管你怎麼解釋 你怎麼用科學去告訴他 他一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就算了嘛 我記得那一天 聯亞沒過 十分鐘之內 立刻第一個謠言出來說 在台灣沒有經過 二期臨床試驗通過的 高端 竟然可以通過 一位強制授權 那麼在印度 經過三期 這個臨床試驗的 這個等於說 聯亞竟然沒過 馬上就出來 十分鐘而已 速度好快啊 你知道嗎 任何一種謠言啊 那麼只要他有心去 這個 以假亂針 你都沒有辦法 這個等於說去預防啊 那剛剛我聽到一個 我們也是媒體同業 問了一個 阿中部長一個話說 這樣不公平啊 年輕人對不對 年輕人啊 35歲到20歲 這個總共加起來 快30萬人啊 那目前為止 從昨天開放 昨天下午4點以後 開放到現在 已經有16.3萬的年輕人 不是去預約高端了嗎 那如果按照本來講的 61萬4千劑的話 那只剩下3萬多劑嘛 那預約不到了 這些人怎麼辦 那你昨天下午4點 到現在在幹什麼 你怎麼不去預約 這個媒體 你要問問題的時候 你應該去想 這些人在下午 昨天下午4點到現在 有的是機會上網 就可以預約了嘛 那你為什麼不去預約 你應該去問 他們為什麼不去預約嘛 那當然啊 那麼我個人也是想認為 打疫苗就是這樣 有效的 安全的 然後可靠的疫苗 你就去打打了以後 不能代表說你就免疫 就沒有辦法 這個等於說 完全就不會確診 但是至少不會重症 不會死亡嘛 在國外都是這個樣子嘛 高端也是一樣啊 我周遭朋友 我很高興這個昨天呢 我兒子26歲 終於預約到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他們現在也提出一個 不可思議的這個 像趙套康嘛 趙套康以前還排在 滿久前面耶 我覺得年齡 年紀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摧殘一個人啊 你知道嗎 823炮戰 為什麼蔡英文選擇 在那一天 我告訴你 趙套康 我太太 我的孩子全部都在823後 大家也都是同一天啊 我告訴你 我也是那一天 為什麼那一天 為什麼那一天 因為我們要紀念823炮戰嗎 當然不是嘛 當然不是 因為那天開打嘛 你不知道嗎 那天禮拜一開打 你不知道 你這個都不知道嗎 所以一個要選總統 誰要選總統啊 兩岸問題多厲害的人 竟然問這個問題 莫名其妙 無知到極點啊